大家好,我是饿动老的海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紫柜 长江边上 都是果农种的红尘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采摘的 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发现 这个地形真的是非常的陡峭 坡度很大 然后这个树有的甚至直接 长在这种接近于悬崖状 状态的这种土地边缘 所以采摘的时候感觉 我觉得还是挺惊险的 然后也挺费劲的 我们看一下他们怎么采摘的 然后看一下这边 红尘吃起来到底感觉怎么样 我们来到之后 我们有发现它这个土跟我们那边好像不一样 看到没有 它的土就是有点偏红色的 你看旁边这个石头 它的土跟这个石头的颜色 就是这种颜色 是不是 就是这种红红的 所以不知道他们这个 虫子的品质是不是跟这个土壤也有关系 我们现在在这个树下面 我看到这个还挺大的 我们摘一个大一点的 再试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果肉非常好看 你看我这削个皮 果汁都渗出来了 我们来吃一下这个口感 看看怎么样 哇 先不说甜度 这个汁水特别棒 简直就是炸汁鸡一样 汁水特别充盈 而且口感它的甜度也相当不错 九分甜 一分酸 淡一点点这个天然的果酸 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这个沉香味十足 这个在嘴里 这个香度 还有这个浓度啊 果味的浓度都特别棒 非常好吃啊 不愧是紫龟的橙子啊 就是这么棒 这有什么一袋的酒 这一块有多少斤呢大叔 一百多 一百多斤 我的个妈呀 好厉害呀 山路上背着这么大的框子 下走 这路非常不好走 特别下来 拍照 这边的这个框子摘下来之后 然后就在那边 他去哪里 这边的东西 我就能去哪里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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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里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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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运到马路边上 还经过初次的选择 初选 把这些瑕疵的果都不要 然后再装车 装车再拉到仓库 我们去看下面初选是怎么搞的 这里装是吧 这里进行初选 这就是选择在淘的仓库 在进行飞机 这是那边这个物流园的汤子 要讲解一下 不然的话他们一下单就要吹 一下单就要发货 听明白了吗 老板说叫你们不要吹单 这个运下来 你看这个框子下来了 用这个背楼背下来的 100多斤 然后拿在这里初选一下 然后再装到车里面 然后到那个仓库那边 还要经过更精细的挑战和分级 要不然呢 因为我们这个不想摆货 有库存 随时都能发货 对不对 尤其是宣果 我们要保证口感 保证新鲜度 所以说整理现摘现化 这瑕疵的都扔出来了 这个也是有花的 其实这种有花的里面 其实也都是好的 知道没有 是不是 水分还是很浓的 只是外表不好看 是的 一筐多少斤 48斤 48斤 你弄着 44斤 哦 44斤 进过 一方 对 你是砍价砍的 砍价砍的 大个坑 大个坑 要不要 太多 大个坑 对 不要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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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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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